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平常就有在用那个保温杯 长茹海运去年送出保温随行杯 一度造成股东会当天领取人潮大排长龙 今年延续热潮同样送出实用派纪念品 我们这几天就大概领了有三百多个纪念品了 每天都是大排长龙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办法用餐吃饭这样 过去其他上市柜公司像是中钢 纪念品也深受民众喜爱 今年将送出抗菌多功能 不锈钢砧板组 滑蛋金控大走可爱风 送Snoopy事事如意玩组 每个晚上都印有Snoopy图样 但民众还是最爱这类纪念品 超商的那个现金卡 那天就有领张 这个这种 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种啦 除了换现金 近年来股东会纪念品都走实用路线 过去像是台泥不锈钢分隔便当盒 中钢晴鱼两用散 开发金抽真空不锈钢杯 都引起排队热潮 连电也曾携手知名插画 推出喀波玩组 民众看重特色和实用性 但不管纪念品是什么 还是有部分鼓民认为鼓励多一点最实在 华视新闻学研究上台北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